你好 欢迎收看3月11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新北市推动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 虽然曾经通过环平 但是当时环保人士担心会影响红树林生长 现在得进入二阶环平 市府就表示经过多年努力 去年12月环平第二次专案小组出审会议修正通过之后 这个星期三将送大会审查 淡水区连外道路只有依靠台二线 每到尖峰时段或者是假日时刻就会严重塞车 新北市推动淡水河北侧平面道路 虽然曾经通过环平 但是当时环保人士担心影响红树林生态 现在得进入二阶环平 市府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 去年12月环平第二次专案小组出审会议修正通过后 这个星期三将送大会审查 那当然我们对于过去整体小组的意见里面 从早期总计大概有150条的意见 目前主要已经收敛到四个主要的面向 包括在大会里面 我们再就未来交通具体发展的政策 未来空污水污以及相关的保护措施做说明以后 那我们预期应该大会能够顺利的通过 新公处表示当初在二次环平大会当中 新公处整理了150条的意见 整理成四大面向 包括了空污水污 未来交通发展政策 以及相关的保护措施进行说明 而市长辉友宜相当重视 并且在今天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会面 得到善意回应 也让淡北道的可能性增加 那包括过去在用地的处理部分 事实上也已经达到送件的程度了 所以未来不管是用地或工程的部分 我们都会积极考虑来做相关的加速作业 那当然如果工程可行的部分 也可以透过一些优先重要的路段 包括已经取得了工有地的部分 来加速整个计划的进行 新北市新公处表示 淡北道全长5.45公里 为了降低环境冲击仅剩两处 用高架路段 其余都是平面的双向四线道 红树林保留区完全排除在工程计划路线之外 还规划了补植大面积的植栽 就等环平通过之后 市府将会进行工程面的加速作业 记者许端一带是采访报道